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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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老师大家早 那我们不是热血青年 是热血教师的教学之路 那我是主持人 我会尽量 我花两分钟的时间 我们今天有三位老师 要来分享 每一位老师都是25分钟 那我们尽量留多一点时间 来互动 那很多老师可能 特别是二月进来的老师 那已经教了一个学习 可能带着很多问题进来 然后我们就 开放老师来问他 我觉得教老师很重要 那 昨天校长讲了一句话 就是说有时候老师一句话 会影响你一辈子 其实我有深深的体会 在座很多老师都是 成绩一路都很好 我不是 我是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 我高一考进去的时候 成绩很好 但是高二就是不晓得怎么样 就不喜欢念书 我高二的成绩是三十几名 全班是几个学生 我三十几名 那高三的时候 我的老师 导师物理老师 他讲了一句话 影响我一辈子 他说 我去年那一班 唯一一个考上台大 他高二的时候四十年 我很高兴 我有希望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老师就是 永远要给学生一个希望 我三十几名 我爸还说你念到留几 学会自己物理 你知道吗 那我高三的时候 就开始念他的物理 哇 他物理教得很好 我以前高二不喜欢 念书 有一个原因就是 我们那些教得好的老师 全部都在补习 就说 轮到他初级的时候 他出得很难 但是他班上的学生 前一天就知道消息 那然后他说 你们这些学生 不好 要补救过来 要补救过来 一三五二四六 我在哪里哪里 因为我那时候通车 每天要通车三个小时 所以根本不可能不行 家里也没有钱 所以我那时候可能是因为 我不晓得 我高二为什么不念书 那我后来就高三 物理念好了 就念数学 所以我这两科 一直到我现在都受惠这两科 那其他都是乱七八糟的 好 那我们今天第一位 就是毛庆生老师 我们今天三位 讲者有用PowerPoint的 也有没有用PowerPoint 但是都拿过教学前途奖 所以大家 那个形式可能不是最重要的 Content最重要 是不是能够给学生起话 那我们这个毛老师 他在美国Rodges拿到经济学博士之后 就在美国的 大家知道FDA FDA 就是那个不能够随便乱讲话 讲话汇率 股票就马上活动的 那一个地方 那底下有十二个银行 他在其中一个银行 那你如果要知道汇率 股票明天会涨跌 我问他可能会知道 他不用PowerPoint 他今天也没有PowerPoint 那我们听他先生说 我们热一掌声欢迎 这个毛老师 各位教授 各位老师大家好 其实在过去 应该讲差不多十几二十年的时间 大概每一年 这个学校就会打电话说 哎 毛老师 你是不是到这边来跟我们讲一下 那我从来没来过 那今年想说 哎呦 这个老鸟了 这个好像应该来这边看一下 所以说我今天就答应了 那这个就好像这个 昨天好像有一个talk里面讲说 你就是那个倒霉的 所以说我今天过来 所以说我是老鸟 那我实在一直在思考 我到底在借这个场合 我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帮助 或者是经验给大家 那我其实我这次来 我昨天听了一些talk 我自己也有一点shock 所以说对我来讲 这也是一个学习的经验 我昨天听到黄老师 讲到这个叶老师的这个翻转教室 这个是过去两年来 非常非常热门的一个 一个教学的这种模式 那事实上我们经济系 也有一些老师 曾经尝试用这种flip classroom 那我所得到的经验是disaster 所以说我昨天看到说 有这么好的结果 那这可能中间有非常多的 这些我们讲mimigaga 我们可以学的啦 所以说对我来讲 这也是一个经验 那但是我呢 is very very traditional 我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老师 所以说我今天能够提供给大家的是 我过去十几二十年来在台大 我教学的一些经验 那我刚才讲 其实对我来讲 我经常在思考一个问题是说 你看我们经常听到很多前辈跟我讲说 你如果教书 你可能需要用powerpoint 你可能有一些特别的技巧 让你的这个上课能够成功 那其实不管是翻转教室 或者是传统的这种教学 我个人的经验 其实没有一定的formula 因为对我来讲 我相信可能每个人 你们家人都会有个人的经验 teaching is very very personal 它是一个非常好 这种个人化的经验 可能有的老师他不赞同 那他不但是非常的personal 而且呢是非常的rewarding 那对很多心境的老师 我知道我昨天吃饭我看一下 哇这些好像不是全部都是菜鸟 no not everybody is rookie 因为有一些真的是有一些经验 所以说我今天到这边来 是班门弄斧啦 我只是提供我个人的经验 那我刚才有跟这个主老师跟周老师讲 可能下午的那个新手上路 可能对大家会比较有帮助 因为他们刚刚进来被超过五年三年 他们可能知道怎么样在这个 台大的这个降纲里面 我们讲降纲 你能够survive 那我只能够 就是说提供我个人的这个 好这种 好这种personal的经验 那我讲personal 它其实是有一些非常个人的原因 那在我还没有讲到 我今天要讲的几个point之前 我先summarize 就是说教学对我来讲 有两个最重要的 我昨天听到很多的context 朱老师也讲 然后在座也有同学讲 那两个字感动 这感动啊 下面听的人说到感动 然后这个讲的人也有感动 这感动是 事实上是我要特别强用的 那我要讲的不只是感动 你怎么上完课之后 你要像virus一样 你要不但感动你的学生 你要有感染力 因为我自己是教经济学 那经济学有非常多种 一种叫做文章经济学 所谓文章经济学 是讲big picture start 上来啊 结构主义 历史开始讲 一种 那现在 当然大部分的经济学不是这个样子 一上来就是model 然后数学model 那这些东西啊就是 就是说讲起来会非常非常的枯燥 他讲起来会好这个 好这个非常的枯燥 那你怎么样 提起学生的兴趣 有些学生他还听说 我听过毛老师的课 我听过他的大名 他讲说他们有人讲 你到台大来 你没吃过猪肉 你没看过猪长什么样子 他们就先来听听看 那所以他们刚刚进来的时候 可能完全不知道你要讲什么东西 但是如果上了一年 这个一年之后的课 我经常有听到我的学生 他跟我回馈讲说 我上了毛老师的课 我立志将来要当经济学家 我说are you sure 你真的要当经济学家 这个是贼船 但是不管他们做怎么样的选择 如果你的上课到最后 有这样的感染力 我相信你的这个教学 就成功了一半 这是第一个我讲那种 这种passion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你怎么去面对学生 我们经常讲 你看我们这个台湾的这个教学 从这个初中高中来 这个教学 我们是在一个自制的 这种环境下教 所以说当我当年 第一次到美国去的时候 在课堂上面 我是对我来讲 是一个文化的冲击 因为台湾的学生 经常 因为我们在考试 大家非常会考试 那我是一个非常不会考试的人 我当年 我经常在课堂上面 我就讲说 如果毛老师今天可以 在台上讲这些课 我可以 能够在这边讲这些课 在座的同学一定可以 因为我大学年考 我的数学考17分 17分 你怎么可能在这边教 那这个当然是有一些道理的 就是说 我们经常 希望训练我们的学生 如何回答问题 如何回答对的问题 就是说 你出题目 然后你知道 他非常的 这个思路非常的迅速 他很快的还给你答案 当然这个代表 这一个学生的 intellectual的 这些 他非常的聪明 特别是台大的学生 非常聪明 那我借这个机会 跟大家讲 大家能够到台大来教书 其实是一件 你可以享受的一个事情 因为 我不但在台大教 我有在这个 其他的学校 我有去上过课 台大的学生 真的非常的聪明 所以说我讲说 台大的学生 是第一流的 台大有第一流的学生 有第二流的学校 有第三流的教授 真的 那当你跟 学生 在台大这边 当你面对学生 你跟他讲 相对抽象的东西 我想可能 每个课不一样 那我们现在讲说 你要考虑你将来 要就业 好像我们现在 要这个教学 一定要跟你将来的 这个非常pragmatic的 那种 purpose 好像要连在一起 当然 并没有错 但是台大是一个 不同的场域 我们这边 真的有学生 他可以做抽象的事 那在台大这边 当你用抽象跟简化 的这种模式 去跟他上课的时候 我发觉有很多 台大的学生 是非常乐 非常乐在其中 所以说这个 是一个非常愉快的经验 所以说我刚才讲到 好 让我把话题拉回来 就是说 我们经常过去 在训练学生说 你怎么样答对题目 但是我在我的课堂上面 我经常发问 然后学生一开始 他不太敢回答问题 因为他 they are afraid they are afraid to answer wrong 好 那我就讲说 我经常会 ask the stupid question 那你们就回答我一个 stupid answer 所以说 我不晓得 这个其他的课是怎么样 我想大概都差不多 那我经常在鼓励我的学生 如果你们 不要说上完我的课了 你上完台大四年之后 你一个大学生 你到底懂多少 好 我举个例子 有很多人讲说 老师我上了你一年的总体经济学 我到外面去打开报纸 看到很多社论 讲到一些东西 我都不知道他讲的对不对 他经常有这样的疑问 那我相信即使到今天 像我这种所谓的老鸟 我在思考一些我所面对 就是我专业上面的问题 我也不见得能够完全能够理解 因为世界变化太怪 有很多东西 过去从未发生 金融风暴 现在中国的经济出了问题 所以说 有一些 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 过去从未发生 所以你怎么知道 他的答案是对或者是错呢 所以说我经常在鼓励我的学生 上完四年的大学 你要说服自己 How to ask the right question 所以说有的时候 正因为这样 这个 如果这个 你们将来可能会知道 这个毛老师 非常辛苦 我上课 我TA用的很少 我题目出的很难 我是经济系的三把刀之一 我荡人的 荡人 这边有人点头 荡人的 那大家还愿意来 是因为我给分 非常的generous 我这generous不是拿电风扇吹 不是这个意思 有的老师会讲 这个教学到底要花多少时间 好 我等一下会跟人家提 我 学生 答题目 经常 There is no absolutely correct answer 或 right answer 所以说 没有标准答案 但是 当然有一个很标 就是一个所谓的正确的答案 但是学生他刚刚开始介入这个场域啊 所以说我经常要去看他的卷子 他经常他的答案是错的 有很多老师答案错 啪 零分 我这样 我觉得这样对学生的学习经验非常不好 所以说我会看你到底错在哪边 如果你错的有道理 我就给分 这样鼓励学生 ask the right question 因为我经常讲 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世界 好 不管自然科学或者是这种社会的现象 好 有的时候这个 万般的复杂 好 我们不知道答案 但是 这个大圆圈里面 如果你 问对了问题 我讲说万人工强 你人就近了一半 你就 从 你问对了问题 你就 比较有可能得到正确的答案 那所以说我们讲说我经常希望训练我的学生how to think 那这是我在教学一个很大的原则 好 那这个是我今天来我跟大家分享 那下面我大概讲 讲几个key point 那他就讲说这个教学到底会不会成功 你到底是不是一个会受这个学生欢迎的老师 那我先从一个笑话开始 我女儿在美国念书 好 他在西北大学念书 有一天啊 你知道他就拿他们西北大学 好 这个同学对某一门课的这个response 好 他 当做笑话 要修到底要不要修某一门课 然后就有这个学生 好 在台大可能就在1100 或者是在这个网路上 他就问说should I take the class should I take the course 然后下面就有一些过去修课的学生 对这门课啊 他的回应是说 you should bring your pillow to the class 你应该把你的枕头带来 那当然一直就说这是一个very boring class 那下面学生说 no your pillow should bring its pillow to the class 你的枕头还要带他的枕头过来 所以说如果将来 诸位上课你下面学生的反应 你一开始讲话下面你开始睡觉 you should be very very careful something is wrong very very wrong 好 那你怎么样去引起这个同学学习的兴趣 我刚才讲说有非常的technique 我昨天讲到这个翻转教 好我这个翻转的这种经验 哇这个让学生来参与是非常好 但是对我来讲我是完全没有经验 所以说我在这方面 我没有办法提供带大家的意见 但是我认为不管是翻转 或者是传统式的教学 那个最重要的 它没有什么technique 它是这一个老师的passion 它的热情 我们就要讲感动 或者说你是 你可不可以inspire你的学生 这种passion 有的时候不是从你外观进来 像毛老师进来 进来冷冰冰的 然后开始讲课的时候 口沫很灰啊 蛇菜兰花 No passion是你对于你所讲的东西 You love it so much 你非常想要把你的专业感染给你的学生 那我个人的经验是这样 当你是一个非常passionate speaker的时候 你到底怎么表达 有的人 那个并不重要 当你是一个非常sincere and passionate speaker的时候 你的学生很少 不会受到感动 这个对我来讲 是一个非常dramatic experience 我刚才讲personal 为什么我讲personal 可能大家不晓得 我从小到大 我从小学 中学 高中 甚至到大学 在台湾念研究所 将近22年的时间 我不敢上台讲话 我有极端严重的口级 老师 你说得对 像吗 我有严重的口级 我一上台 我就开始咿呀咿呀讲不出来 那我甚至去看这个精神科医师 你到底是什么地方有问题 脑筋不对嘛 这个医生就跟我讲说 你的横隔膜不对 你要深呼吸 结果我想尽各种办法 龙婆好 都没有用 最后一招有效 我上教会 我跟神父 我跟这个谈了以后 他也是给我鼓励 还是没用 他说you just have to try 所以说我从美国回来以后 在台大上课 我一直在鼓励自己说 你这个上课口级怎么办 那但是 对我来讲是一个 Dramatic experience 我想每个人都要找他 Find your own way 去Persuade你的学生 还有Persuade你自己 当我第一天站上讲台 当我开始讲话 就像现在这样一样 我一开始讲话 哇 拜托 这么多学生 这么多 眼睛通通 通通注视着你的时候 我不知道为什么 Suddenly Click 好像我那个口级就不见了 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原因 所以说我讲说 教学 is very personal 是really personal 因为它是我一个疗愈的过程 然后从此之后 我就发觉在很多场合之下 如果你有办法把你的passion 把你对你那个专业的东西 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传染给你的学生 你就成功了一半 好 那这个是 所以说我讲说 教学没有什么好特别的technic 所以说你看我都不用这个powerpoint 昨天这个朱老师有讲说 当老师要有一门这个功夫 哇 你如果断电走 我们上课会断电 哇嗨啊 我刚讲到哪边去 这个断电 断电非常好解决 报告同学 老师断电中 我告诉你 学生非常的高兴 你借这个机会 调适你的心情 就是说每个人都要找一种好方法 然后当你在台上的时候 当你那种passion 可以让你的学生感受到的时候 我真的讲 你真的就成功了一半 真的是如此 因为我过去碰到非常多的学生是这样 那这有一个fringe benefit 它有一个好处 我们怎么面对学生 我讲说老师是经济系的三把刀 一进来一定要 就男然后又要荡人 但是大家又来上 那我过去啊 我们系上有一些rookie老师 那我们讲rookie可能不进 因为他还没有经验 我相信诸位过去你在美国 你有当这个TA啊 你们都有这种上台 面对学生的经验 经济系过去就曾经发生很多这样的事情 这个学生他可能有忧郁症 他真的有忧郁症 还有亚斯福克 我碰过各种学生 亚斯福克的学生我碰过 忧郁症的学生我也碰过 有一些rookie的老师啊 譬如说他荡人 经济系过去就曾经啊 这个学生受不了 就跑到这个 这个教室的这个 这个教室 这个办公室 啊老师 我因为怎样怎样的原因 然后说不过就开始撞墙 这个还算好 还有跳楼的 我们这个明天还有这个导师 你们这个要拜托 你不要这个班上有这个学生 这个跳楼 那就真的麻烦 就是如果是这样 我就觉得是一个非常 对老师 对学生 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experience 但是如果你可以感染你的学生 马老师啊 有一个独门功夫 我当了很多学生 但是我经常在当完学生之后 学生会跟我写email 他不是跟我要分数 他说老师很抱歉 你的课我没有好好学 哇 如果你们的教学能够到这样 我相信你会是一个受学生欢迎的 因为他知道你想要传授这些东西 他会被你感动 他没学好 是他的问题 不是你的 不是你的问题 所以说我讲说 这passion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当然 光有passion 不够了 你说passion 然后你需要有一些内容 所以我们讲背课 马老师是老鸟 我这个在台大 在这个经济系长期以来 这个 当然这个课 研究所的课 博班 硕班 甚至这个大学部课 大概都是绕着这个 我们所谓的总体经济学 macroeconomics 但是我中间也会跳一些 那即使有一些课 到今天 是我从进台大以来到现在 我都还在上的课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 我们过去在当学生的时候 那老师上课 他是万年笔记 他万年笔记 就是背课 你知道我过去碰过一个老师 非常厉害 是一个名师 现在已经过世了 他的那个课叫做蒋光超 我现在我可能年纪大了 你们可能年纪期 没有听过蒋光超 蒋光超 他蒋光超到什么样的地步呢 他上台就开始讲课 然后他讲的不及不许 刚好适合你写笔记的时间 那他那个课非常的有名 是因为要考高考啊 普考一定会用到他的嘛 哦 不是 这个 这是一个正道的老师 非常有名的 这个刘日 他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 他那个程 他的那个速度 他是讲 所得税如何如何如何 当你看到那句话讲完的时候 你说 我头抬起来的时候 下面一句跟着来 所以说上他的课 大家头通通是低著 现在也有很多学生低著 开始这样 现在是有 那所以说 上课到底背课如何 背课当然 这个 诸位 你们刚刚开始上课 可能第一年会稍微辛苦一点 但是我个人觉得 背课背一次就差不多 背一次就差不多 接下来当然 我们不要当它是万年笔记 像我教了这么多年同一门课 我大概每隔三四年 我大概就会换一些主要的内容 那背课非常重要 即使像我这种老鸟 十分钟 即使像我这种老鸟 我在上课之前 虽然已经很熟 我至少要给自己一个钟头的时间 go over 一次 因为你在control 你的tempo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讲到第三点 我刚才讲第一个passion 第二个讲你要背课 你要准备就是你专业的东西 因为这个是你的专门 你的lively food 你靠这个吃饭嘛 第三 就是上课就好像 It's a show time 你知道吗 我经常有过去有这些同仁 你觉得老师 你这上课为什么那么受欢迎 我当然也不敢乱讲 然后受欢迎 然后他们就听我的课 然后他们就得到一个 哇 这个上课 is a gift Nothing you can learn from it 我说不是 上课每一个人要找自己的方法 One way or another 你要把它想成 It's a show time 你去上课之前就好像 就是talk show 那这个可能比较适合traditional的 刚才我昨天听到这个黄老师讲 他这个 这个期中考之后 欢转之后 哇他第一堂课是很爽 因为他又拿回这个 那这种当然有一些好处 因为这个 这个 你把它看成一个show time的时候 当然并不是说你在那边 像耍猴子一样 是因为你要让你的课变得interesting 所以你试图把它想成是一个show time 那这个show time 大家要非常小心地拿捏 要你 你这个人当然要有一点想要爱线 现在被你线的是你下面的学生 没办法坐在那边听啊 对不对 所以说你的角色要非常地清楚 因为你爱线啊 你就容易流入arrogant 傲慢自大 因为学生现在学生 台大学生很厉害的 你知道 你看太阳花的那些 我看到他们我都非常害怕 所以说你必须要站着他的立场想 就是说你有一点egocentric 你不能够完全egocentric 你不能够完全egocentric 但是你要maintain你的 你的这个 我们讲mindset 不要流于傲慢 但是你每一堂课都是一个show time的时候 学生会非常喜欢这个课 我过去上课的经验是三个小时这样下来之后 学生说老师怎么过得那么快 但是他回去要睡十个钟头 因为我当然不是在这三个小时 就是讲非常多的东西 但是三不五十 我看这个有人开始已经要掏算的时候 我大概就会讲一些笑话 而且我的笑话是冷笑话 你们一定会有一些笑话准备 那我二十几年来 我的笑话就只有那么一个 那所以我通通讲下 这个凯因斯的走狗 反正这些东西大家都晓得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像我现在年纪大了 开始一讲笑话的时候 我发现跟同学之间那个代沟非常深 那下面都不笑 下面都不笑怎么办 我告诉你一个绝招 你只要补一句 笑话很冷 我告诉你绝对满堂 这样你就舒缓一下这句 所以说它是一个show time 但是你也不希望把它变成一个circus 那让你的东西能够interesting 那这个是我大概讲的三个原则 passion 然后备课 我想大家一定要备课的 然后即使你在熟 你把你的心思放在里面 然后第三呢 在你的这个上课的这个内容里面 加上一点那个 这种一点点的娱乐效果 那这每一个人都必须找出他自己的方法 怎么样让你的东西变成 entertaining and professional 因为你不能够一天到晚 就是让你的学生让直 我经常讲说 你不能够用脊椎来思考问题 像我们经济学的东西 每个人都懂啦 你知道讲经济也都懂 你要训练他们用脑袋来思考 好我的时间到 我大概就先讲到这边 然后大家如果有问题 我等一下再回答大家 谢谢 OK 好 谢谢王老师精彩的演讲 那王老师拿过三次教学结束奖 教学结束奖就是百分之一 所以是非常困难 那王老师刚刚有提到 就是说在台大教书是非常享受 那其实台大老师也非常优秀 不是三流 我现在精神工作比较忙 不然我以前大概没学习 都会找一门课去旁听 找那个教学结束奖的老师 我第一次去旁听的老师 叫王敬明老师 那他让我非常震撼 教书可以教到这样子 那他教行销 其实他教的东西 跟我的专长完全没有关系 但是他每一门课我都去听 他每一次都说 管理学院请举手 工学院请举手 那我都没举手 他说你为什么我到哪里 你都跟到哪里 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 那我觉得我们教科中西 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去看店饭 你就学到了 好我们第二位老师是李达远老师 李老师是台大文化系的老师 他研究教学都做得很好 应该是土壤环境方面的专家 那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李老师 周主任还有各位市长 大家早安 很高兴来参加这个活动 其实我是不敢来 因为刚刚毛老师讲那么好 我实在不敢讲下去 但是大家看到我的内容跟他完全一样 但是我没有抄他的 我自己想的 所以就是大家的想法可能很一致 那我也是非常traditional 学校说要翻转教室 其实我不是泄大家气 我说这么老了 我只会翻跟斗 那要modern technology 我讲一个故事 就是说我以前用白色混笔 我现在用粉红色混笔 也是modern technology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我是觉得 刚刚毛老师讲了一句话很对 就是你要开发你自己个人的教学特色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那这个要怎么开发 可能要经过一段时间的 就是一段时间的过程 我回想起来 我刚回来的时候 三十年前 我也是都不会教 所以每次都被我太太笑 你的优点就讲话很大声 学生睡不着 所以有时候不用麦克风 那前面学生老是小声一点 但是我很像没有办法 我太太一直跟我讲 你要改过这个缺点 但是我永远改不掉 因为我会忘我 就讲的过程 就越讲越大声 那回去讲个四个小时 就弹坐在沙发上 我太太说 你今天应该上个四个小时的课 我说是是是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 我整理起来 第一个 热忱 一样 周围你看都抄的 毛老师我没有抄你 你看热忱 得天下因材而交之 一乐也 对不对 这个大家很幸运 其实大家都 有机会到台大来 台大学生其实是 一流的 聪明的 那你不要小看他们 所以只要你善待他们 就是互相 就互相信任 那你就有热忱 那我觉得热忱 是非常重要 你有热忱 你就觉得教的不会累 那 但是现在我是觉得 比较困难 就是可能新建的老师 他的teaching load 比较重 像我是比较好 我其实没有教很多课 所以我也是跟 马老师一样 我上课前 我一定半个小时 至一个小时 我是不见 不做任何事 我坐在那边 我会再想一遍 我今天要教什么东西 所以我的一个课程 那一段讲什么 我也整整齐齐的讲到结束 正好终就响了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要经过 时间的历练 时间的经过 那另外一点要讲的就是 其实台大给我们的教学的任务 是有教学研究服务 但是我觉得教学 是我们最主要的职责 因为你教学建立起来的话 你才有办法进入研究 研究好才有办法服务 那研究服务又可以来回馈到教学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那一开始 你一个开始的老师 你的教学 都是textbook看 就是照 因为我们台大很多课程 都是用国外的textbook 那你就照着教 那照着教的结果 学生会觉得boring 因为他看就可以 那这个时候 就需要你后面 服务跟研究 在接触的东西 回馈到这个教学上 那这样上课就有趣 但是我还在强调 教学还是最重要的 就是说 我们台大 所以跟重要研究 很多朋友在中央研究院 我每次笑他们 你看你研究做不出来 你根本没有成就感 我研究做不出来 我还有教学的成就感 对不对 我还要贡献 对不对 我还要贡献 我最好教了学生 你看你都没有教学生 我影响很多人 你只有影响一两个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很好的一个机会 就是最少 蒋南天年 研究做不出来 最少也有教学 因为研究不一定顺畅 但教学 绝对你比较容易达到 你要的目标 你可以影响人 而且不只是教专业的课 我觉得影响人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说你让学生 觉得他的未来 你学生尊重你的专业 然后态度 那这样他就会跟你 一直跟着你 就希望学 不能榜样 但他会学 会跟着你 那再来就是我一直讲 教学内容 重与教学技巧 毛老师不好意思 就是说 现在当然很多新的工具很好 我觉得 因为 我说我用的手机 是智障型手机 用的是智慧手机 因为 就是有个人的 就是一种习惯 所以我就很难去调整那个习惯 但是现在有这么多工具 去多看多学是好的 但是其实重要是内容 技巧 我觉得是大家都可以学 但你有技巧 没有内容 那学生不会感动 就你内容 内容要怎么来 就要你要努力去 你那一堂课 你要准备的充分 因为 其实你可以问自己 像我会问自己 我站在台上 如果那个东西 我不是很专门 我不敢上去讲 那今天我就觉得很心虚了 因为其实我不是很专门 只是说我讲我的经验 那在那里你自己感受到 我这个不专门 我要讲的东西 可能我自己都不会很清楚 那时候你就会觉得 你的内容是不够的 你自己要去想想看 应该怎么表达给学生 然后让学生能了解 所以这时候内容 反而重于技巧 所以我有时候 后来不得已 我一开始都是排气 用什么排 有时候没有用PowerPoint 但后来也觉得还是要进步 所以还是 但我的PowerPoint都很简单 你看 就写字 没有图样 因为这个是 那个Template 是教化中心给我 我就把它套上去了 所以 那现在我比较好 因为我有一个行政作 有时候他老师 你那个PowerPoint很丑 我帮你美化一下 那如果他愿意的话 说好吧 你帮我做一下 那但是 我觉得是教学内容 比技巧更重要 那另外一个 发展个人的教学特色 我很同意毛老师 就是每个人不一样 我认为台大其实应该是多元化 我尊重每个老师的教法 这是我认为很重要的 因为每个老师都有他的特色 让学生看到各种特色 那是很好的事情 因为我不认为我这样教 我就是代表是好的 我不见得 我也尊重我们系上所有老师 或他老师的专业 他应该可以思索他的方法 那这样多元化 台大才是台大 你不能大家都教一样的 那就有点 我等一下下一章 台湾大写 不是台大补习班 就是你不能 你要找到个人的方法 那个人怎么找 这个我想 我也跟毛老师一样 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因为我这个讲法 我也不知道到底 学生还觉得不会太烂 但是 我太还觉得我很不会教 但是我还是这样教 但是还OK 就是还可以 还可以过 学生还不会睡觉 那我的讲 再讲一次 优点就是声音大 那意思就是说 你要发展你个人 所以学生每次给我评语 就是第一点就是 老师声音洪亮 所以这个也很好印象 因为在路上分道 老师你那时候声音很大 所以我记得你 所以教 我觉得是个人要去发展 我觉得这个东西 就是个人 因为我想到台大来 每个老师都很有 专业 很有那个 那只要你有热忱 你一定会找到 你的那个路 你要怎么教 我想这个东西大概也很难去学别人 或怎么样 因为个人有个人的方法 我想这个东西 如果每个人都发展 他的教学又很热忱又敬业 我想台大每一个课一定都很好 绝对很好 因为每个人都很敬业很认真 很热忱很专心的准备这个课 那用他的方法交给学生 我想学生都会感受到 另外一点我要讲教学香肠 其实很重要 因为从学生上面 你不能说好像你都交给他 你没有办法学到东西 有时候他问几个问题 其实你就会反思 到底他问这个东西 你到底我跟他讲清不清楚 你有时候回答的 你那时候为了保住老师的颜面 你呼隆他 那你回来就还醒了 其实我是呼隆他的 因为他会知道你是呼隆他的 他也知道你是呼隆他的 因为他马上知道你的回答 不是很肯定 而且模糊的 那如果你很有把握 其实你一定很有信心的 告诉他怎么样 所以这次教学香肠很重要 因为你每次教 每次不同的回馈 你就是可以从他学到很多东西 那你就一直会把你的内容 会做改进 这个大概是第一张 我这个叫教学态度 我不知道对不对 就是这个东西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那再来就是教学的重点 这就是一些技巧 我想想看 就是我讲第一个台大 台湾大学不等于台大普及吧 我把我们那个校徽拿出来 敦品力学爱国爱的 我觉得不只是课堂上 我就影响一个人比较重要 老师如果能影响学生 有对的态度 不管是求学或者什么 对的态度 我觉得比你第一个 传说学生专业志识更重要 我觉得是更容易使他具有竞争力 那所以我这边记得很重要 就是你课本内容那么多 但是重要是你要培养学生 自学方法跟态度 你要教很多 你根本教不完 那么多informations 你要一本textbook那么大 你要多教也都可以 但是你教那么多 其实没有重要 我是觉得还是方法论 就是说你要告诉他哪一种原则 比如说我们甚至学生 我觉得台大学好久 他根本什么是law 什么是principle 他都搞不清楚 那这个东西 你为什么那个叫law 叫principle 就是真理 就是有一定定力 那定力可以解释很多事情 那学生有时候就见数不见零了 就跑到里面去了 那我觉得我们还重要是要提纲切零 把他拉回来 看到他有看到大方向 比如说培养他自学的方法跟态度 这很重要 另外就是要引导跟启发学生思考问题 这一点就是 我觉得老师有扮演这个角色 不能只是给 塞很多东西 所以我通常上课我还蛮准时的 就是我比如说上两个中楼课 我一定准时下课 因为让学生可以有时间休息 然后中间那十分钟 我一定站在课堂上 我不离开的 那十分钟是很好的时间 有的学生不敢棘手发问 他可以利用那个时间来 那这个东西就是 其实我觉得不应该给学生太多东西 就是让他可以想 但在课堂中间你要引导 就要引导就是 刚刚像老师讲的 就是要抛出问题 那抛出问题起先 抛出问题也有困难 因为我也试这个 现在好像不知道有一个 我昨天听广告有一个 叫click 是不是 这个东西 这个有新的技术 问 那我现在的问法是 没有人回答 我就不讲下去了 那有点会delay 有能长 但是我试的蛮有用 问 要做什么 让学生知不知道 你讲了他听得懂 听不懂 其实学生会害怕 没有人敢回答 没有人回答 我就指的 那他以为说要call他 其实没有 我只是说知道 那后来慢慢慢慢 其实一两次以后他养成习惯 甚至有学生急着 要急手 要回答你的问题 那这种 如果真的急手 你就代表ok了 他知道你讲的东西 你讲的东西 他有吸收 所以在那种中心就是 希望能抛出问题 让他去思考 那后面我希望 就是我们台大学 要训练这个 整理组织跟分析的能力 希望他经过这个课堂上传授 他回去 要能有办法 所以最重要 希望教他 会农会贯通 活用所学的知识 就是最后 他不是上完你这个课 懂你这个专业知识 他会农会贯通 因为很多学科 其实是共通的 principle 比如说 农化系 化学系 化工系 很多学的东西 其实道理就那么多 物理化学 那些生物 那些low principle 就那么多 都共通的 那这时候他 不懂应用在哪个科学 他懂那个low 他就可以用了 所以意思不应该就是 把他区分到那么细的领域 我们是要教他 很多基本的概念 他懂了 他以后就可以活用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重要的一些看法 那方法呢 我的课大概 每一个 开始 就给学生讲义 那讲义的话 就是说希望他在上课的时候 不要 一直埋头 在写note 其实我是不太 建议他写note 因为我的 要讲的东西 大概都在讲一下 那我希望他多花时间 就是听我讲 听我讲 我讲法是 比较着重于 基本观念的讲解 我不讲很detail 我大概 基本的principle 讲 让学生能掌握到 每堂课的重点 那另外 很重要就是 我刚刚讲 要怎么让学生 有思考的空间 就是你不能把 课本的东西都讲完 那我们 这边 这样做比较困难的地方是 我们的学生 一起一起修很多课 那像在美国 他 其实一起 一个quarter 或一个semester 没有修多少课 所以他很多reading assignment 那我们这边 我也试过我们给学生reading assignment 但是效果都不好 学生大概都问他有没有人读 答案很诚实 就没有 那这个 这个是困难的 那但是我也是鼓励学生 就是我只讲重要 那其他希望他回去要读 要读 那就另外一种方式逼他 就是说 虽然这个讲的没有讲到 但是考试可能会列为考试的内容 那用这种方式逼他们去做多一点的reading 不然我们的学生有时候现在我会感觉他有点懒惰 他就是读你 比如说给的奖励 或者你的powerpoint的东西 他其他不去看 那这种东西会很危险 因为他自己没有养成阅读的习惯 他所有东西都是要赶快拿到现成的 我觉得这个以后不管他的研究什么 都是他损失了他阅读的能力 他会很怕去阅读 就是说希望你给我information 给我就好 那这些我要其他我都不看 所以我是觉得这一点我们如果能可以给他一些空间 那希望他也可以来注意到这个事情 然后我刚刚讲就是常提出问题 那笑话我也有笑话 那我笑话很奇怪 你讲到那个地方笑话就跑出来 就变成一个机械式的动作 你讲久 因为我教了将近三十年 所以你笑话大概差不多 但是你讲到那个时候你就笑话 就自然会跑出来 就后来你就变成一个 刚刚毛老师讲的就好像是一个秀也可以讲 就你到那边那个段你就会出来那个剧本 就会跑出来 所以就会自然 但是有时候是提升学生的兴趣 他们学生有时候会笑 有时候就很好玩 所以有时候我在课堂上也教台语 有时候讲到某一个这个台语怎么讲 很有趣喔 学生有回答 那我就说这个回答不对 怎么讲 比如说我讲 刚刚今天早上也跟几个同事在回答 我说废五金怎么讲 废五金台语 有些人 废五金 不对啊 排档鼓鼠 这个有时候讲到我们专业 我讲到一些环境的 这个东西学生就有趣 他就会开始 所以有时候有些互动 你可以找一些方法 他学生就会觉得有趣 他可以懂一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就是 客人可以想一些方法 那个方法很多 可能我的也不是最好 那搞不好各位可以想到更好的方法 让学生能有精神 那希望适度的他可以掌握 你也可以了解他听 有没有听 有没有听 下一张 那事实跟学生讨论这很重要 就是说不要单独的只是你一直讲 让他有可以问问题 那另外我写一个很重要的例子 就是要多挤例子 我觉得很重要 像我是比较幸运 因为我教土朗学 所以土朗学是最本土的 他你讲美国的土朗 textbook都讲美国的土朗 我就要讲台湾的土朗 那我说谁最爱台湾 我最爱台湾 本土的 那这个时候我就要讲很多本土的例子 就是比如说 我们这边有什么例子 那学生就有兴趣 因为他生活在这个区 他要了解 比如说我们台湾哪里有红土 这个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都种茶 这个就会引起他的很多兴趣 所以本土性的实力很重要 那这个东西就是建议各位老师 就是当然我们一开始都是在教学 你可能是textbook 但是慢慢你会参与很多研究 或者是政府部门的很多工作 那你就会接触到外面第一实际的问题 那那些问题很多问题 其实是用你的学问来解决 那这时候就把那个问题要带回来 比如说我们看见台湾 那我就跟他讲 我很早就看见台湾了 只是说我不会拍而已 那这个问题带进来 他就知道 这汇水的污染造成突然外 这个很早就知道了 只是我不会拍 那这时候就把这个问题带回来 学生就知道我们本土性很多问题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靠各位老师 就是也不能自己关在textbook里面 你要多接触 就是有机会的话研究 因为研究也会拿我们的问题 或者是你接触到计划 或者现实上的 报纸上大家都有 这问题拿进来 那这个例子他就 因为你大家昨天看电视 有看到什么问题 报纸上有看到 马上谈很新鲜 他就会马上有反念 会知道 这个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 比如谈到塑化剂 就问他谁懂塑化剂 那就马上有人就要挤 不能只是听报纸这样讲 那有时候报纸讲的不对 就是说 昨天写那个报纸这样评论 对不对 比如说有的讲 多塑化学回来 土壤会变酸 我就说报纸这样写 你觉得对吗 其实不对的 不对的话 就要学生起来讲 我们教过这个东西 为什么他不对 你可以不会起来说说 所以我讲这个本土性 这个是要累积的 一开始我们有些年轻老师跟我讲 所以他觉得他就是一直textbook讲 我说你不要急 就是慢慢你会累积很多本土性的实力 你就可以来讲 讲的话学生就会有兴趣 因为相关的 另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很重要 不只是本土性的 你的研究一直在进 一直在进 研究成果你就可以拿到课堂上讲 比如说最近在做我们米 担心到生的污染 我们吃的米生很多 高 那这个议题是世界重视的议题 那我也在做这个研究 我就会把这个议题带下来 我做到什么程度 那这个东西 那我们国家做在什么 别国做在什么 那这个东西架在课堂上 这东西就是变成 可以学生也了解到你的研究 也许了解到这个研究 不只是textbook 所以我想这两个就是我刚刚讲 我们那个从教学到研究到服务 我们希望能把研究跟服务又回馈到教学 这样你的课堂就很丰富 你不用准 因为你随手连来你就有例子 随手连来就有最新的研究成果 那就把它套进去 但是那个原则是不变的 因为你这些问题的解决 都是用基本的原理 都是我们textbook 写的那些原理 那你就把它应用 因为我教基本科学 可能跟应用科学不交 因为我比较交算应用科学 所以比较这样做 基础科学你要讲那些理论 数学方程式这样交可能就很难 这就可能要想其他方法 那像应用科学就很容易 把这个例子principle怎么用 那就用到这些问题怎么解决 我想就会使这个课堂 就比较丰富结果 而且你随时在变 你的教材不用一直换 原则是一样 但是你讲的内容 会随着整个改变一直在弄 比如说我做的是土壤环境 土壤污染的问题 那台湾怎么演进 那随时在变 随时有什么意思 那随时可以讲 所以我觉得就是 我们台大老师 除了你在教学研究 也尽量能参与外面的 这个政府的 因为常常会借助大家 那如果多参与这些活动的话 你会知道 到底社会上有哪些问题 我们可以贡献哪些 那这时候也可以回来带给学生 那这样你的教学会更有趣 我想这个是另外一个 那另外一个就是 关于考试评量 我是觉得 我不太喜欢给学生刁蓝 我毛老师不好意思 我不是说你出蓝就是刁蓝 因为我都出的比较简单 就是不要太蓝 因为太蓝他考不好 他自信心会丧失 所以我都出的比较适中 就是不要太蓝 让他考试只是一个评估 让他知道说 他学了到底有多少 所以我常常跟学生讲 其实考试只是一种 测验你大概懂多少 其实你懂多少 你三更半夜的时候 问自己最清楚 我说其实不用考试 只是学校要求 要送成绩所以没办法 不然我是不喜欢考试 你上完我这个课 你回家晚上 你这样灯关掉 你坐在那边想 老师我这一堂课 我学多少 其实最清楚 有没有学通 你学生自己可以评量 但是这个的话 所以我就讲说 给他们比较适中 不要太难 然后作业 有的话也不要多 因为现在我们真的是有困难 因为他修那么多课 你要给他Homework 也很难 我的课其实都没有助教 所以要改Homework 其实也是很大的loading 所以我其实很少给Homework 然后很重要 我一直讲热忱 热忱亲切的对待学生 很重要 我觉得你会影响到他 比如他一开始学不好 他会失望 但是你要鼓励他 我觉得鼓励他 比如其中考考不好 我常常会讲 你其中考不好 你不一定不好 你赶快补救 不然学生他其中考 以后没希望他就完全 所以我觉得还是鼓励很重要 所以觉得热忱亲切的对待 所以我是很在意学生 比如说他要问我问题 要跟我一时间问问题 课程我马上就会回应 不给他等 我刚刚讲中间那个时间 我绝对不离开教室的 我会站在那边 不管有没有问我问题 我站在那边 我也不去洗手间 不去哪里 站在那边 他有问题他就来 或者下课我会觉得等一段时间 我再离开 这样他觉得你有亲切对待他 他会感受到 他觉得你是对待他 真正对待他 那这些学生 绝对也会真正对待你 所以我这么多经验 觉得你还是要亲切的对待他 不能好像说他不懂就不理他 你这个怎么都不懂 不要这样的态度 你还是要接受 那你这个不懂 那你一定 你没有去看什么东西 我建议你先去看看 那再回来讨论 或许这种口气 他就比较容易接受 那最后一点我要分享 因为时间快到了 我分享的就是 我还有一个做法是 我有一门课大概十年 每两年我都请一个 我的外国教 美国教授我的朋友 因为他跟我研究生的时候 是美国教授 他是我的classmate 所以每年学校也很好 就是我们院也很好 每年两年都补助一次 他跟我co-teach一个课 那这个课是我们两个共同organize 然后他 他来有好处 因为那两个三个礼拜 我坐在底下 我不用上课 但是他的教材 他的东西 我们两个同意 他会把所有的 他我那个朋友上课非常认真 因为我们给他 每天都给他pidim 所以他早上按我们上班 他就来 每天准备那个东西 每天又改 最后要上课前 他才ready 每次都这样 每次来交了五次了 每次的教材都不一样 他会一直改 所以我就很幸运 因为我有这个partner 所以教那课是英文做课 所以在晚上做课 所以我们晚上就给所有的学生 都有机会 所以每次课都有大概 几十五六十个 其实还蛮不错 那学生的feedback很好 因为第一个就是 我们要把学生送到国外 去看到国外的老师怎么上课 不容易 请一个人来 那么多人受惠 但是上那种课 我就是坐在底下 如果他讲的东西 学生有一点模糊的时候 我起来讲 我用中文讲也OK 不太会打断 就是我不 那这样上完 我已经上了五年 我学生 觉得学生的feedback都很好 就说这种课也可以 就是如果有 心坚老师 如果可以的话 这种做法 其实可以参考 我觉得效果蛮好的 因为这样 那这种好处就是 学生也可以知道 国外到底是怎么受课的 那另外 这个除了这个课 那研究的connection 也很容易建立 因为学生就跟他互动 他白天来 他拿我们的薪水 所以他白天 不会乱跑 他就在我的lab 一个office给他 学生就会跟他互动 那我觉得这种做法 如果大家 这只是我的个人的一个经验 就提供大家的参考 我的时间差不多 拉拉眨眨 对不起 以上的不要模仿 就是纯属虚构 大家听听就好 那旺季也很好 那我再次 最后一句话 就是我们既然在台大当老师 我觉得热忱跟敬业 我觉得是所有的 这个就够了 我觉得热忱跟敬业 这个就够了 大家记得这个热忱跟敬业 我想我只能给大家 跟大家互相勉励 就是我终始教了 到现在快三十年 我还是充满了热忱 我要上课前 我就觉得活力十足 我就上了两难课 就觉得活力 回去中省累 我觉得下次就 上课看到所有学生 眼睛对走 所以我的上课 还有人学生说 老师你怎么都看右边 没有看左边 有人在 因为我问这边 忘了他那边也会 嫉妒说 你怎么没有看我们这边 所以我觉得还是 大家有机会的话 就是大家互相交流 那是热忱跟敬业 我觉得这两点 跟大家互相勉励 谢谢大家 谢谢李老师身材的演讲 那大家有没有感受到 李老师的热忱 因为我就在前面 除了他嘴巴讲出来 还有麦克风 我真的想要跟他说 声音小一点 然后他智力语言非常丰富 那感受到就是好像 他要把他喜欢的东西 快不及淡的讲给你听 那他刚刚有提到 其实有些小评论 就是说你下课十分钟 那你留在那边 等于是我要在这里 帮助学生 真的有些小动作 对学生是有很大的意义 像我上课 我会前五分钟或十分钟就到 那让学生感受到 这一个老师认真 这一个老师是自律的 这个好像是 只要多花五分钟十分钟 其实学生 是我在那里等学生 我常常跟学生讲 我最重要的就是前面十分钟 我要讲过去上个礼拜的 跟这个礼拜 跟下个礼拜那个结构 你如果这十分钟没听 我们要理清到底是你不会听 还是我不会讲 我们要想清楚 那你如果是十分钟 最重要的东西你不来 然后你怪我不会讲 我觉得这是没道理 OK 那有提到一个就是说 教书其实教学是很重要 就是说是很大的影响 好的影响或坏的影响 马上影响再做 那一班如果有一百个学士 就会影响一百个 好的很坏的 那你研究 好的研究影响力非常大 但是大部分研究 你的citation被引用一百次就不错了 但是你上课马上一百个学生 两百个学生就马上受到影响 所以这个我很重视 因为以前我行政工作 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时候 我上课哪一天我一定不排 不排行其他活动 所以现在应该是没有办法 实在是没办法 好 那我们再来第三位老师 是邓舒伟老师 他是第十四季的老师 邓老师也很资深 他研究教学都做得很好 那我们热烈掌声欢迎邓老师 教育长主任 各位老师 各位同仁 大家好 很荣幸 今天能够有这个机会 来跟大家共享这个心境 老师研究这个袁锡银 这个我自己是做自然科学工作的人 只是评了一份对地质学的热忱 因人忌讳进入台大 其实对教学来说实在是门外汉 那么昨天教育长和主任提了很多 比如说我们教学上的错误 我发现我都有份 所以可以说这几十年来是跌跌撞撞 边错边学 那么我今天也只是利用这个机会 把我个人一些也许是错误的经验 所累积下来的心得 跟各位做个报告 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这下面是往前的 好 对不起 我想我今天会先提一下我这个过去 在求学到教学的这个过程 然后来心得提供出来 而且我也想为各位星际老师做了一点思考 尝试去掌握未来可能的教学 会遇到的一些现象 那么我是1970年进台大 在这边恐怕 那么当时还是我们老蒋总统的威权统治时代 在反共抗恶和小心匪谍的气氛之下 社会的气氛其实是很严肃的 不过记得台大以后 我们突然发现台大老师都很自由 而且对我学生都很尊敬 尤其是大一 大家拼命修共同课到处乱跑 简直是到了天堂一样 不过到了大二修了一门矿物学 是地质系的本科 我们到黄春江老师一进来以后 第一接一话就说班代表在哪里 班代表就确确地举手 你站起来 以后呢 我进教室以后 你要喊起立敬礼 从那天我们就开始知道 台大还是有规矩的地方 好 那当时的资讯 对不起 资讯是有限的 我们老师在70年代教这些本科 还是用了1950年代的教科书 那么老师都有一叠厚厚的讲义 所以如何我们拜托助教 去把老师的讲义借出来传操 是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么当时的学生对老师都是非常顺从 哪敢讲话 老师从头讲到尾里面都一直听 就怕笔记也操不全 可是在这种严肃的气氛之下 我自己作为学生 我就觉得这个学习都是在应付考试 还有呢 不要惹老师生气 这个地质学就学得很痛苦 因为一大堆名词都背不起来 好在地质系有个传统 我们一定到野外去考察 到野外看的时候 发现书上的那些东西也不过就是这些嘛 没有那么谈 那我这个人很喜欢跑野外去见大自然 这个过程让我觉得很愉快 我正在想 为什么这么愉快的事情 要把它搞得那么的艰深 而且好像学起来很痛苦 所以我当时就有一个小小的心愿 希望回来将来有机会 能够站在讲台上 跟我的学弟妹解释地质学 那么毕业以后进入研究所 到了81年 这个当晚兵就出国到美国 所以81到85之间是在美国 85回来 得到这个博士学位回来以后 就进入到这个回到原来的系 那我的老师们都还在 那因为在美国有一个culture shock 我们知道他们的教学方法 和这个学生凭借的方式完全不一样 那我简直是到了这个大观园一样 学了很多新的东西 回来以后当时也是热情洋溢啊 我也要做 所以我跟我的老师建议说 我们要不要试试看我们学生对教学意见 这个老师就说 现在学生越来越不下话 看到我都不打招呼 居然还要批评老师 不成体统 好了 没了 那我无可奈何 我是一个小小的菜鸟 所以我只好自己做 那我把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学生的评鉴的这个表 拿来简化 变成十个问题 就问学生对教学的内容啊 老师的态度啊 还有这个教学互动的方式 那当时的学生呢 好像第一次遇到这种老师 居然可以问学生意见 所以他写一些洋洋傻傻 写了很多 我每一学习最快乐的事情 就是看他们的意见 有个同学居然可以十个问题 给我打十张A4的纸 那他们有些真的就是非常感动 写了这个文情并茂 我自己看了也很感动 但是毫无疑问了 就是学生有看到很多我的缺点 提醒了我 比如说有些同学说 老师啊 你上课不要那么紧张啊 满头大汗我们看得好累啊 所以这种意见呢 使我慢慢慢慢了解 我在讲课的时候 是有passion 是想传授知识 但是呢 我不知道他们的接受度 所以这些呢 让我做了一些 得到很多的回馈 不过呢 要把这个制度推行到更广的面 是有困难 所以有点鼓掌难民的感觉 这个鼓掌难民 不完全是老师的想法 学生也是有 像我是用 那时候都是用transparency 把所有的资料做好 像刚才林老师那种方式一样 但是有学生就跟我讲 老师啊 这样子我都记不起来啊 你可不可以超黑板 所以当时的学生呢 他的思想方式啊 可能呢 觉得我太过头了 所以这个也 也给我一些回馈 反思的一个机会 好 到了94年以后了 我发现我在 就是说你投入很多 是不是一定会得到 学生的共鸣 这个不是百分之百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能够维持像李老师那种 热成到今天啊 我很敬备他 我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反思 是不是光是凭这个 有所不见得是最好的效果 那么到94年到95年 到英国的Cambridge 待了半年 我们知道欧美的 欧洲的和美国的教育制度 不太一样 那欧洲的研究所是没有课的 这个 他们那种学徒式的这种 教学方法 给我一个新的启发 我们 我以前都认为台大 也就是说不好好教课 应该像美国那样子 很充实的教课 到英国回来后 我觉得 也许各有各的千秋 那么在这段时间呢 我们知道台大也变了 这个到了一个critical mass 整个学校的气氛都变了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种 评审制度啊 还有学生评见 都是几乎当年 我是希望实行的 自然呈现 那么我经过这些年的 这个准备啊 还磨练这个课 大概也都成型 这时候我就让我 再反思我自己 是不是我已经有一点 走路到每天要当一个教学家 所以我那时用两种方式 一个就是说尝试开新课 逼我自己学新东西 好 到了2005年以后 我想我能够变的也都会变了 这年纪慢慢大以后 就变化就越来越有限 那我现在的这个感想 是能够在台大教书实在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那我非常感恩 所有的老师和学生 大家有缘在一起啊 这是我三生有幸 那么我也只能说我自己尽力而为 好 这些年的经验让我体会了几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学生都是英才 这个刚才几位老师都提过 我不再重复 第二个就是我们老师教学生 总是希望学生肯学 这一点是一个大的关键 我虽然以前用很多方式很积极地 带学生主动出去野外 又开paper给他 又跟他私下讨论啊 是不是绝对你投入得多 就得到了多 我是有一点保留 我现在的发现真正的关键 还是在学生本身 multivation才是重要 这个multivation可能是为了找家 也可能是他真正有兴趣 那么我觉得真正能够持久 而且有效的兴趣啊 恐怕比其他的都重要 所以当学生很用功 做得很好的时候 我是非常的感恩 有幸遇到他们 假如一般的不怎么样的 我也不会太在意 那么台大学生是聪明的 所以要教他们啊 年轻人多少都有点反抗意识 不太容易教 可是呢 他们可以自己学 所以我后来基本上是 比较偏向挑战很精进的方式 去激励学生 比如说我假设上这个课 我两个小时 我绝对不讲两个小时 最多一个小时 另外一个小时一定是啊 在上个礼拜出了很重的一个 homework 或者是开那些reading 我请学生呢 轮流上来讲 所以修我的课是一定要上台 那么有些学生啊 害怕到后来起来 他说我这辈子最大的难关 就是那一次上学 因为他以前没有这个经验 甚至有些学生自己就讲 我有舞台恐惧症 所以像刚才毛老师讲的经验啊 我觉得他是应该是做我们的典范啊 那么刚刚李老师也提到 就上课多用问答方式啊 我觉得非常很好啊 那像地质学有一些实习实验的工作啊 这个不容易教啊 用分组竞赛 和这个分组做好了以后啊 各自报告的方式啊 我觉得效果也不错啊 好 刚才是一点浅见啊 也人现铺给大家参考 我也发现这么多年来啊 台大也变化非常的快啊 目前我也感受到几项啊 一直在变化中 而且会影响到各位 第一个是学生的不断的质变 最大的问题 我现在觉得少子化是一个最根本的动力 现在孩子一扫以后 每一个都是父母的心肝宝贝 都非常娇嫩啊 所以每一个学生都非常的自由 你要管他是大概谈不到的 而且非常个人化 什么东西就说我要怎么样 你跟他要讲课讲道理 他是不太耐烦 他自己本身呢 从网站上或各种讯息得到的点子啊 非常多 意见也多 所以各位肯定将来遇到的学生 就会有这些特色 第二个就是网络的冲击 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这次来的原因 也就是我也想 跟这个教法中心的专家和老师们学习 对我来说 这资讯呢 现在是已经不再是教学的重点 因为我们教学的那种 学生去网站找 有的时候找 比我们还要update 所以以前教学 我把知识传给你啊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价值 现在这个价值我恐怕会有适当的贬值 那么我们老师站在课堂上还有用吗 所以我们就要稍微把我们重点可能改变 学生呢 他捞这个上网找资料他很行 可是捞来了七八种资料 是把它堆在一堆 而没有integration 所以也许我们老师呢 在这个资料的汇整 还有系统化的这个资料整理的话 这一点可以给学生做一些引导 那么我个人呢 现在都是尽量鼓励同学自学 像研究所的课 我大概teaching low都减到20%以下 大学部的课我都减到50%以下 这个在某种形式是学习翻转 但是我这个翻转是no-tech 就是用传统的让学生报告 homework也好或者是project也好 用这种方式 那么学生他上来报告的时候 他们彼此之间有竞争性 所以讨论就比较激烈 我唯一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要sit down and shut up 我们老师有时候会急 你这个错了 我告诉你是什么 这就不行了 我一定要很耐心地 等他们把它炒完有三 没办法他们说 老师你觉得怎么样 我这时候才会出来讲 好 将来师生的互动方式 我觉得也会改变 像我们当年老师对我们这样 但是已经是不可能了 老师的职责可能是在激励 因为学生想不想学 跟他的motivation很有关 我想刚才毛老师讲得很清楚 你要感动学生 让学生想听你的课 那么我现在因为资讯多 我也不敢用教导这个词 而是用引导 来代替学生走入这个学术的领域 在这个过程里 不妨让多学生多发挥 我们老师多倾听 多用讨论的方式 不要一下就把所谓的正确答案讲出来 总结来说 传统的诗道是传道受业解惑 这个我想还是很重要的 不过在做这个事情的方式上面 我想我们可能更需要重视的 就是用基地和倾听以及引导 来完成上面的三项工作 好 谢谢大家 非常谢谢邓老师非常精彩的演讲 我觉得邓老师是非常资深 在做可能教掌 邓老师这个比我资深 这个比我资深大概不多 因为你看拜托话就知道 但是我觉得邓老师很不容易就是说 他虽然非常资深 但是他很开疑 而且整个过程一直都不断地在反思 很自行 希望怎么样能够做得更好 那我们接下来 我希望能够多一点的Q&A 那我们请三位老师就座 请这位老师 老师们好 我是蔡君怡共教中心 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老师们对于上课 学生在课堂上使用电子产品的看法 就是包含电脑跟手机 那另外一个就是学生评量的问题 就是说学生如果考试的成绩不好 但是比如说他从期中考到期末考 有很大的进步 这个部分要怎么样去反映在学习成绩里 谢谢 我想电子产品这个问题 大概挡不住 我现在上课一看一下 每个人前面一块notebook 尤其是无线上网 就是管不了 那么现在我的学生里面说 反映别人用电子产品干扰到他的 这种case不是很多 那我也只好随缘 第一个电子产品 我也是跟邓老师一样 就是我也不表示意见 他要只要他坐在里面他要做什么 他要不要听课 其实我也不管 就是我在那边上课 他听不听课是他的事 那刚刚第二个问题 我是很就是刚刚就期中考考不好 我是跟学生一开始的议定 比如分数怎么打 但是我有一个 请他们给我一个空间 就是说我是要鼓励学生说你期中考考不好 后面你期末考考好 我有空间调整你的分数到及格 我就议定好了 但是就跟他们讲 这个空间给我 那就学生同不同意 大部分学生会同意 就是你跟他讲不是说我随便打成绩 但是你如果要照那个算法是他可能不及格 但是我为了鼓励学生 我一开始就讲 期中考如果考不好 你不要灰心 就不要觉得没有希望 但是我保留给我老师这个权利 你要信任我 那如果他进步了 给我这个空间 我可以让他及格 我会先讲这种话 在一学期一开始就讲这种话 那另外就把期中考考试 事件花下去 我会再讲一遍 就是说你拿到这个事件 你的成绩是不及格 不好的 但是我会跟他讲说你不要灰心 不要觉得就没了 但是我希望你期末考 可以或者再来可以有场主的进步 那我会保留这个 我的钱 我可以让你分数怎么样 我会再讲一次 那这是我的做法 那觉得这样做法 觉得学生也没有说反对 我就问说大家有没有意见 大家没有意见 那我们就希望 也要给老师一些空间 不能说游戏规则只对老师 学生 我就是也从学生的角度看 那就给我这个空间 因为你们信任我 这样子 我这个就会这样的方式 来处理这个问题 谢谢 OK 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这种 smartphone 或者是这种电子产品的问题 我从来在我的课上 我从来不禁止这些东西 那我发觉在我的课 这个同学用这种电子产品 是非常自然的 有一些 你知道他 如果他不想学 你禁止他使用在那边刮 大概也没什么效果 那我的case是这样 因为我会有一些讲义 那我当然我自己有一些书 我说你们拜托 这个智慧财产权 你们总要买一些书 这个老师穷成这个样子 但是我还是会把这些 一些讲义 会放在我的网页上面 所以说有的同学 他们 有人会印下来 但是有的 就直接我上课的时候 他就在iPad上面 他就在讲义 甚至我过去 我那个 还没有写书之前 我的那个 上课的那个 所谓的笔记 其实在台湾流浪了 大概一二十年 所以老师 这个有些人讲说 老师 你这个在外面 已经有市场行情了 你为什么通通 通通不写书 所以在那边已经很多了 所以他们一种 用这种 电子产品的方式是这样 他这个通通在网路上面 但是可能 不是很清楚 所以说我在上课 我大部分 为了跟学生互动 我大部分都是用版书 就版书 然后每一次 每一年上课 我基本上都 所以说我讲说 教学相当是这样 你会发觉 你每一年在上 同样的东西的时候 拜托 我过去十年 这个东西都讲错了 一定会发现 这样的情形 错就错了 但是你要改 所以说你在上 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会发现学生 还会把过去的笔记 他就在上面弄 所以说 就是说这种新的电子产品 第一 我认为你要禁也禁不掉 那如果说 他们可以 帮助他们来学习 我觉得 我觉得是 还可以鼓励 当然如果有人在那边玩电玩 然后 那当然另外 我认为 我的课是还没有 还没有这样的情形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 就是有关于 这一个学生的评量 那我刚才有讲说 我的考试出得比较难 那其实我是有目的的 因为我刚才讲说 台大的学生不一样 你一种考 就是说 一般这个 这个的 老师会讲说 你这个学生 你要给一些笔墨分数 他上面有写黑字 你不能不给 然后你竟然会发现说 你出了这些考古题 我也会出考古题 结果你会发现说 我过去是这样 我出题目 我过去 我不给答案 我要让学生 他们自己分组 讨论完以后 你有问题 你才来问 结果有一年 实在是受不了 我就把过去的一些答案给他 结果考试下去 你知道 就非常奇怪 譬如说 我们这个经济学问讲说 请问中央银行 把利率调低的 什么什么效果 但是 这是考古题 但是 考试的时候 你说这样好像 不太好 那我们就把它改一个说 中央银行 把利率调高的效果 就倒过来 就好 其实很简单 如果你真正了解那个逻辑 你其实可以分析 结果你会发现很多学生 你变了一个方向 他就不知道怎么思考 但是就有很多学生用背的方式 他就开始来打你卷子 所以说你就很难去评量 所以说我出的难 给台大的学生 是考试就好像玩一个game 他在test你到底 有没有办法应用上课所讲的内容 但是可能每一个课不一样 我是这样 所以说学生考出来 我的经验是 每一年 特别第一个学期的其中考 一定有人哭哭啼啼来 我想说台大学生很重视成绩 真的非常重视成绩 然后这些都是北域女 建宗 拜托我重来 你知道都是第一名的 还有像我这种 从小到大念书 念得非常辛苦的 他们不知道这些像我们这种 后端班的学生 真的后端班的学生 学习有多么辛苦 那你面对这些 建宗 北域女 每一个都比我聪明 你怎么办 所以说我题目出的难 然后第一次考试之后 结果都非常惨 我的题目虽然难 但是你们将来 如果愿意走这条路的话 要记住一个原则 要有鉴别度 你不要说一难 这个连好的也不行 比如说你还是要有一些鉴别度 但是考完之后 结果平均下来了 大概 哇 老师只有40分 那我在开学的时候 就会讲说 我这个评分的标准是 其中加其末除以二 然后成绩一定调整到 跟学校的平均成绩 大概75到78 那你怎么调是另外一回事 那我跟大家讲我过去的经验 过去几年可能比较极端一点 那很多数学系的老师通通用这一招 这公式还蛮好用的 开根号乘以10 啊真的 当然 所以说我跟学生讲说 绝对分数不重要 好 就是说你在 你要担心的是 你在班上的relative ranking 所以说你 我一开始就讲说 我这个课我当百分之十 我一定讲 如果你们大家都有办法说 就过那个门槛我倒要 但是到现在为止 都一定有学生被当 那你刚才有讲到 就是说 有的学生这个其中考很烂 你到底怎么做这个调整 那有不同的做法 我的做法是这样 有些学生譬如说 这个 他的这个其中考 我调整完之后 不到30分 这30分怎么办 他就会跑来问我 老师怎么办 那这个我到 期末考是要90分才能及格 我 当然这些是旧的informations 他们大概都知道 但是我 我都一定到了其中考之后 我在之前 不跟他们讲这种东西 我在之前一定跟他讲说 我今年一定要当很多 要让你们非常辛苦 你如果想来念 你就来念 然后等到其中考之后 我才会跟你讲说 如果你们只考30分的 你们不要紧张 你期末考 如果你有明显的进步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假设你只考70分 70加30除以250分 要不要及格 我说 什么叫做significance 由老师来定义 我认为你有明显的进步 我就会让你及格 百分之十一千 大概 就说你那个分数 大概 就差不多是你班上的 百分之十三十四 我的经验是这样 那还有那个百分之三 百分之四 大概就是平均完之后 大概五十一二分 这个时候你就看 他有没有进步 有进步你就 就 让他们这个of the hook 就让他们进来 所以百分之十 那因为讲到这个 学生的评量 经常我们讲说 学生的成绩要怎么样分配 才是一个比较好的分配 我过去有一年很惨 你一定要避免这样的情形 你的分配叫twin peak 就是中间的没有 不然很糟的 你要避免这样 那过去有很多老师都认为说 比较好的分配是常态 不要选 中间一大堆很好的这样 但是我一直跟大家 有不同的看法 我的过去的分配 也非常奇怪 他曾经拿出来一看 然后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二十 这样一分 肌肤是uniform 那我觉得这样的分配 我可以接受了 所以说 我们刚才在讲说 这个分数 台大学生非常重视这个分数 那我曾经有听过一个老师 讲说 现在学生很难教 他说 我们经常要怎么讨好 他用这个term 因为经常这个学习评量 我们刚才讲说 我们刚才讲说 时代在变化 现在是学生在评量我 其实对我学经济 我觉得是天经地医的事情 这个就是supply and demand 我们是市场 对不对 我们不是在上面 我们在提供service service不好 好学生当然他可以来评量我们 那所以说 很多这个学生 就是有一些 真的很不好的common 有的是已经非常personal 这个就有这个老师 非常的困扰 他说我们是不是在那个学生上面 在这个成绩上面要这个 这个调整 我觉得是没有用 不知道大家在他两年前 哈佛大学就曾经有出现这样的 奇怪哈佛大学毕业出来的 这个学生的GPA啊 都超高的 然后就去问这些老师 这些老师说没办法 因为你要讨好这些学生 所以说A了一大堆 那讲到这个东西 我要顺便跟这个 跟这个学校反映一下 我们现在在评分 现在这个台大为了要 这个跟上这个世界材料 都是用letter grade A啊A加啊A 那当然有的老师在评分的时候 你这个是A 太简单嘛 天方上吹吹A 这样就过去了 那我的那个经验是这样 我还是有这个score 然后再把学校的那个 我们那个分数 然后对应到学校的这个分数 我发觉学校给A的 比如说你好像是考80 我们现在考85分 还是多少 好然后你知道它A加是 你只要90分以上就是A加 好结果我发觉啊 就是说这个给A的 好像跟国外有一些inconcision 就是我借这个机会 就是好像太多了啦 那我觉得啦 你一个班上大概 像我的学生都比较多 100多个 现在我有限制人数 大概15%到20%是A 所以是可以接受了 但是你不要像我们过去 我们那个系上有的老师 90%都是A 那就不好看了 那就牵扯到这个评量 那就是你怎么去 evaluate这个学生 因为我经常讲 这个考试是不得已的 我经常讲说 对学生 就是说这个考试是一个mechanism 是一个device 它的这个device的目的是说 透过这个过程 然后让你们有竞争 然后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是希望你能够消化学习的东西 那我们要的是这种学习的东西 所以说我们经济学里面有一个理论 它第一个策略是这样 只能玩一次啦 一开始说我今年一定出很难 我一定要当掉你们很多 50%譬如说 然后大家就非常紧张 然后你就在这一段时间 在这个教室里面 就安插很多spy 晚上有没有好好念书 你知道我是讲笑话 你要去观察 学生真的有没有学 然后你说经过一个学学以后 你竟然发现说 学生非常努力学 因为他很害怕 到期末考的那一天 既然大家都已经 那么努力地念书 那我们今天 大家成绩都很高 都可以不要考试 因为老师改卷子 是一个很大的社会成本 所以说 但是这个只能玩一次 你今年玩 下一次就说老师又来了 当然来了 但是这种思考 就是说这种你怎么去评量 这学生这种考试 可能就是这个制度要 但是就是可能 大家有一些调整 那我们不想耽误各位的吃饭的时间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热学教师的分享 就到这里 我们再度热烈 掌声谢谢三位老师的分享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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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